而在台北线中和这边发生一起超商抢案 蛮离谱的 一名28岁的王姓男子 他说因为跟女朋友吵架心情不好了 他喝完了一整瓶威士忌酒之后呢 到超商要买棉花糖 但是他没有付钱居然就拆开来吃 这时候店员当然来制止了 没想到这王姓男子居然动手打人 还抢走棉花糖 随后立刻被执勤的远景逮捕 会不会后悔 画面中身穿黄色上衣的男子 就是这次动手打人的王姓嫌犯 凌晨4点多 一身酒气走进了这间位于中和的便利商店 随手拿起架上的棉花糖拆了就吃 被店员制止之后 王姓男子居然趁着酒意动手打人 要抢棉花糖 是不是酒喝太多了吗 还是会跟女朋友吵架 面对记者的询问 王姓嫌犯始终不发抑郁 当时喝完一整瓶威士忌的他 神志已经不太清楚 不只打了店员 还把棉花糖抢走带回家 就因为酒后意识冲动 抢走了这包价值28元的棉花糖 也犯下了人生当中第一场罪刑 全案经过调查之后 已经依强盗还有伤害罪嫌 将王姓男子移送板桥地检署侦办 中文字幕展把棉花糖抢走